人脉拓展 作者何耀琴 成立王于波 出版是海歌文化 一样截取我觉得是 宝藏的部分 赞美小优点 即使是最平庸的 甚至是能力有些低下的人 都有令他们自豪的地方 例如 能编织小事物 懂得如何培植各种花草 会输各种发型等等 这些是他们自我陶醉的 得意之处 这些得意之处 可能非常小 小的只有他自己本人 心里清楚 甚至连他本人也没发现 但如果你能细心的发现 朋友这些小小的优点 并对其予以称赞 肯定会令他们心花怒放 要知道 从获得人缘这个角度来说 称赞小小的长处 比夸赞人人皆知的优点 更有效果 放下你的功利心 朋友是用来相互关心的 而不是用来利用的 与旧日饶友经常联络感情 必须是出于真心才好 千万不能到用得着对方时 才想到这个人的存在 匆忙去拜访 因为谁都会对这种 谁都会对这种 用得着人靠前 用不着人靠后的做法 产生反感的 即使你没有什么利用他的想法 有目的的造访 总是怎么不受欢迎的 使人有一种不甘心 情不愿的感觉 我想补充我有一个朋友 确实他平时完全不会与我联络 甚至过了五年 八年 七年 九年 他整个就像人间蒸发一样 但是他一旦遇到了 人生很大的转折 或者真的很想要找人倾诉 诉苦帮忙的话 他才会找我 当时我就会觉得 嗯 你是真的把我当好朋友吗 还是说你真的是找不到 任何朋友了 你才会想到我 于是呢 我再也不会主动 跟那个朋友联络 要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恰当的赞美别人 是必不可少的 不管是任何尖酸刻薄 娇柔造作 故作威严 或秘无表情之人 哪怕是在无感情之人 只要赞美一句 都能使对方打从心底 感到愉悦 不过啦 当然你要真诚的去赞美 也就是对对方 真的有如此值得夸奖的地方 否则就会流于刻意的奉承 而冲昏的头 所以赞美一定要恰到好处 那么赞赞和恭维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很简单 一个是真诚的 另一个是不真诚的 一个出自内心 另一个出自牙缝 一个为天下人所喜欢 另一个为天下人所不齿 如果你的赞美 不是出自真心 那对方就不会接受这种赞美 甚至怀疑你的意图 要是毫无根据的去赞美一个人 他不仅会感到费解 还会莫名其妙 觉得你有嘴滑舌 有奸诈 想利用他 进而引起他对你的防备 含蓄的批评他人 人都是有自尊心和荣誉感的 有的人不愿意接受批评 主要原因是因为怕出其他的自尊心和荣誉感 另外切记大发雷霆 发怒和批评不是一回事 发怒并不能解决问题 而大发雷霆会严重的伤害到对方的自尊心 增加对方的抗拒心理 不利于问题的解决 含蓄的批评应该是在私底下进行的 特别是当你与他人产生隔阂时 关心对方注意和肯定他人的长处 是消除这种隔阂最有效的方式 有一位唱歌演员 初次演出就被观众赶下了台 别人问他演出效果如何 他说 嗯 我很高兴 因为我初次登舞台 观众就送给我一栋房子 听着耸耸肩说 我不相信 真的是给了 当然美人只给了一块砖头 依靠幽默 他战胜了自卑 恢复了自尊 日后终于一举成名 马克吐温在一次愚人节被人愚弄 纽约一家大报纸报道说他死了 马克吐温的亲友们信以为真 还从各地赶来吊丧 当他们来到马克吐温的面前时 只见这位死去的作家正在写作 亲友们异口同声地谴责那家造谣的报纸 但是马克吐温却毫无怒涩 他幽默地说 报纸报道我死是千真万确的 不过把日期提前了些 严肃的交谈与例行公事般的来往 往往会给人一种戴着假面具的感觉 只能让人了解你的外表 却无法探知你的内心 因为没有心灵沟通的社交 不能算是成功的社交 而幽默呢 能够让人们看到你的另一面 一个本真的 人性的 淳朴的一面 这是人性的共同之处 有一次 美国前总统雷根 在白宫钢琴演奏会上讲话时 夫人南希 不小心连人带椅子 跌倒在台下的地毯上 正在讲话的雷根 看到夫人并没有受伤 便插入一句俏皮话 哎 亲爱的 我告诉过你 只有我在没有获得掌声的时候 你才应该这样表演 台下立即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 有一次 一位默默奋斗多年的女演员 终于获奖 当宣布她获奖时 她因为非常激动 就在走上领奖台的路上 脚下一歪 就倒在地上 然而 她马上站起来 笑着说 成功的大路 就是这么走出来的 不断跌倒 再不断爬起 本来这两件事呢 都是令人尴尬的事 如果埋怨或者置之不理 都会让人不快 不是台下的人不快 也包括台上的人 而雷根和那位女演员 在危难时 竟由幽默化险为夷 出奇至圣 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用他们的机制 豁达 拉近了和观众的距离 美国前总统威尔逊 出任新泽西州州长时 突然接到来自华盛顿的一个电话 告诉她 她的一位议员朋友去世了 威尔逊深感悲痛 不一会儿 电话又响了 原来是另一位政治家打来的 那人无耻地说 我 我希望代替那个议员的位置 威尔逊没有任何犹豫 满吞吞地对着电话说 嗯 好吧 如果殡仪馆同意 我本人没有任何意见 威尔逊以不失原则的幽默 巧妙地拒绝那个迫不及待 想做意愿的家伙 果然 幽默的精髓 在于超乎常理 俗话说 理而不歪 笑话不来 在沟通中 要善用幽默的技巧 就需要有一定的智慧 对于一个财数学浅 举止轻浮 孤陋寡闻的人来说 是很难生出幽默感来的 具体来说 产生幽默感的条件 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向 渊博的知识和深刻的社会体验 敏锐的洞察力和想象力 高尚优雅的风度和镇定自信 乐观轻松的情绪 具备良好的文化素养 和语言表达能力 人们常常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 在人们的心中 经常认为 如果自己是无意识的犯错 就不值一提 觉得承认错误 是脆弱的表现 而且有伤自尊 有损面子 所以我们经常看到 有一些人犯了错 不是找借口 就是推卸责任 怪罪别人 但反过来说 别人对我们犯错 如果对方并不承认 也不表示歉意 我想很多人都会感到气愤 所以与人相处 一方面 如果发现别人犯错 千万不可以当面指责 应该在私下 很有技巧的 予以提示或暗示 使其知晓 这样才可以获取对方感激 并且接受指证 同样的道理 自己犯错就要主动承认 这样才能获得对方的谅解 许多生活上处于动荡 混乱状态的人 你的行为举止与音调变化 可能给人留下的印象是 已经陷入绝望 甚至失去控制的印象 你的言语或许很正常 但是背后的话外之音 就像是在大声的疾呼 救命 救救我 当你暗示你把你的命运 交给其他人来负责掌握 或者请求对方 使你免遭厄运的时候 你是在寻求一种 医生才能给予的帮助 因为人们口上 总说需要的只是一点帮助 但实际上却远不止这些 他们会不断地提出更多的要求 甚至超出别人的能力范围 到最后使人疲于应付 也只能拒绝 即使你的朋友 愿意为你牺牲一切 你也应该为对方考虑 当然更不能主动提出这种 牺牲别人 成全自己的过分要求 这是一种很自私的行为 因此不能过分依赖于他人的帮助 不论是工作还是生活 你时常会碰上一些 耗尽我们所有经历的吸血鬼 或许是因为他们的个性内向 整天忧郁抱怨 缺乏幽默感 或者抑制消沉 悲观厌世等 总之他们是一群乘坐灰色列车的人 每次你一不小心入座 就会被对方弄得筋疲力竭 也许你希望凭借自己的温暖和爱心 去感化他们 把他们从沉沦中唤醒 但最后的结局 却往往是 他们像吸血鬼一样吸进你的感情 只会在你井上留下吸血过后的齿痕 使你疲惫不堪 可怕的是 这种人还无所不在 办公室 专业社团与社团圈里 随时可见他们的踪迹 一不小心 也许你也会被拉下水 成为他们的同类 也许你觉得他们很可怜 舍不得就这样放弃他们 但你也要明白 你个人的力量是微弱的 在人际关系网路里 有许多人或组织 是我们早该和他们脱离关系的 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 找一个合适的脱身时机 很多时候 当你要跟某人中断联系时 你根本无需多说什么 人海浮沉 当彼此共同的兴趣 已不复存在时 即便是分道扬镳的时候 中断联系 其实是个自然而然的过程 就好比你衣柜满了 需要清理与调整 以便腾出空间 给新的衣服 我们必须学着 舍弃那些不再适合自己的东西 或许是自己最喜爱的衣物 但是它们却不适合 我们现在的身份 与现在所选择的形象 清理人际关系 道理就像清理衣服一样的 舍弃永远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虽然有遗憾 但从此拥有的 不仅都是最好的 更重要的是 也有更多空间 可以留给更好的 以下是能够提高 人际IQ的实践 一 以承代人 以礼貌与魅力 多关心他人的态度 打入人群 二 信守承诺 说到做到 做事认真 讲求效率 三 全神贯注 集中注意力 心无旁骛 积极参与活动 与社团组织 四 勤加浇灌 投资些时间 在培养人际关系上 在无求愚人时 用电话 卡片 传针等 与人保持联络 孕育出 彼此的信任与支持 五 尊重对方 别把别人 只是做工作上 该联系的对象 六 赞美别人 别吝啬 给予赞美与鼓励 表达感激 让好话 传遍千里 八 承担责任 懂得人际艺术的人 应该为自己 犯下的错误 承担责任 不推脱 不找借口 九 绝不鞠躬 就像人们常说的那样 功劳该谁归谁 就给谁 第十 不忘幽默 保持对生活的热爱与幽默 享受建立人际网络的过程 每个人 甚至包括小孩子 对事物的看法和观念 都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 这种感情色彩 带有非常明显的个性特质 人们之间的喜好 有时候根本是无法相容的 切勿将此带入办公室中 在办公室中 明确声明自己的个人喜好 并且在言谈中 抬高自己的喜好 贬低他人的爱好 只会给自己树立更多的敌人 推销员的心理催眠术 当准备跟客户沟通的时候呢 一开始就要尽量让他说 是的 而避免给他摇头的机会 当一个人说不时 他所有的人格尊严 都会要求他坚持到底 就算最后他自己觉得说错了 然而考虑到自尊 既然已经说出口 也得坚持下去 所以最好的办法 就是一开始就将对方导入肯定的方向 而不要让他持否定的论点 在第一时间就引导客户说是 这样就可以把对方的心理催眠了 而乐意去做你所建议的事 在心理学上研究证明 一个人说不的时候 他全身都会处于紧张的状态 时时准备采取抵制态度 来防卫外来的干扰 而一个人说是的时候 神经系统是完全松弛的 能开启开放的胸怀 接受新的意见 所以越能引导对方说肯定的话语 就越能达到说服的目的 以上呢 是我从本书287页当中 截取出我个人认为的宝藏金句 再次分享给你 希望大家都可以从好书当中 得到新的人生体会 拜拜 我要去睡觉了 晚安亲爱的世界 Good night